何俊賢 我覺得因為主持人的安排時間 安排得不是太好 這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沒理由二十分鐘就完成 我希望我們再排一次 再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可以符合邵家輝議員 剛剛提到的事情 是否公聽會 我們可以再想 但是我們一定要再浪費時間在這裏 我們真的兩分半鐘說了些甚麼呢 都是主席 邵家輝議員說想開公聽會 我們可以安排 我沒有反對 我想聽 現在有一位議員提議 再開一次公聽會 就著這個報告的建議 我想問一下贊不贊成 贊成的議員請你舉手 反正都是諮詢做它 我想問你 你這個公聽會是怎樣 即是公開 通過所有人提報名 我們的公聽會是真正的公聽會 不會是編聽會 不是啊 主席 你要知道 譬如今天 譬如今天我們也有些嘉賓在這裏 這些嘉賓都是局方請的 不是你請的 請甚麼嘉賓 你都沒有事前跟我們 委員會談過的 我現在我想問你 你這個公聽會 是歡迎市民 和業界還是甚麼呢 你的發問時間已經過了 我請秘書說一說公聽會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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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